Sally问中行3988 她说今次开始后可不可以买 前景点看上网多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看到 《经济日报》有一个新闻报导 说大摩发了一个报告 调整中行的盈利预测 微星的目标价就去到4.4 但说对中行最牛的情景的目标价 就有6.5号以上 去到6.5号 这就是最牛的情景 你又怎样看中行呢? 其实大摩的报告一向都是这样的 有一个正常的情况 最牛的情况 最红的情况 一向都是这样的报告 所以其实是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不要只看她最牛的价格 当然到处一定好 大家都会开心 但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说到6.5号 或者甚至4.5号的目标位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到处 当然不等于我是看淡借中行的 只不过我觉得她 不是有那么强的动力 令到股价可以上到那些位置 因为如果你实际来说 你要股价去到一些 所谓大摩看到这么高的目标 起码你的盈利的增长都要配合到 而令到你的股值是有个可能 真是很明显拉高才做到这些效果 但是你中行的话 其实我想大家也知道 一直以来四大行都是比较属于稳定派的 不是没有增长 但是会是一些低至中单位数 然后你这么慢的增速 其实对股价就一定不会拉得太高 所以为什么一直以来 永远说PB都是这么便宜呢 其实性政制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没有一个很明显调升的吹发剂 我觉得股价是怎么可以升到那些位置呢 所以我想可以考虑 但是真的不要望那些位置 甚至考虑得来 以真是比较中长线的心态 加上可能收下息 要收下息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本身中行的息率 都算在四大行特别里面 都算是比较高的 现价都百里几 其实是挺吸引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收下息 慢慢才博价 可能试回去 就算上去也好 可能3元这些位置都有些机会